本视频介绍 61S7-901-3DB30编程键栏的使用方法 连接编程键栏 连接TRC 给TRC接上工作键源 打开编程软件 首先设置接口 这里我们选择PC-PPI 如果这里没有这个选项 我们可以点击选择来添加 我们这里已经安装成功 如果没有安装的话 这里可以点安装 点击PC-PPI属性 在PPI选项卡里面 用默认的参数 这里的高级PPI多主张网络 可以不要勾选 本地连接 这里选择USB 确定 通信 本电栏无需安装驱动 这里的搜索 这里的搜索所有伯特律可以勾选 双击刷新 已经搜索出PRC 地址是2 伯特律是19.2 在这里 在这里显示的地址2 是我们将要连接的目标PRC 如果这里空白 我们可以在这个PRC上面点一下 或者直接在这里输入2 确认 上载 这里的程序块 数据块 系统块 全部勾选 上载 上载成功 监控看一下 这时候 通讯指示灯再闪烁 不要插拔键栏 在关闭监控 关闭软件之后 可以插拔键栏 否则容易损坏档客